中國還台來軍演 但是在台灣的國內 有中共的代理人 國民黨民眾黨 在立法院設定為他們另一個戰場 列寧說 最堅強的堡壘就要從內部來攻破 毛澤東說 不打沒有把握的仗 不打沒有內應的仗 所以今天國民黨民眾黨 強行要繼續表決 碾壓通過的國會擴權法案 就是要透過國會立法的方式 用台灣的民主破壞台灣的民主 藉由無限的擴權 讓國會能夠自意的配合中國 來強害反中國 反極權 反威權的台灣的公民朋友 或是有為有守 敢言敢做事的政府官員 所以這些調閱權也好 這些藐視國會罪也好 都是一整個完整的配套 那現在我來回應一下 今天中國繼續他的環台軍演 那我們看到公民朋友 環台在串聯 他們要彰顯台灣人民的意志 同時也為在議場內奮戰的民進黨立委來送暖 今天一早 傅崑奇總召的記者會 一連有五個造謠 一連有五大謊言 由我來一一打臉 首先 傅崑奇說 民進黨偷了表決卡 我們已經帶再三的回應 也公布了錄影帶 偷竊表決卡的人 是翁小玲 是徐欣盈 國民黨做賊喊抓賊 偷竊表決卡的就是國民黨立委 更何況表決卡都有空卡的備份 不會因為表決卡遺失 就沒有辦法進行按鈴的記名表決 這不過是藍白的藉口 他們不敢採取記名表決 是因為不敢對歷史負責 傅崑奇說 柯建民拒簽協商結論 錯了 錯了 這是造謠 在這周二 幾度的由韓國瑜在一場後方的會議室召開 那個不叫正式的朝野協商 因為民進黨團柯建民總召 包括我們三長一再的強調 要協商就上直播台 要協商就到三樓有透明公開直播的協商辦公室 而不是密室協商 但是很遺憾 國民黨民眾黨 他們要繼續聯手搞黑箱 連協商都要繼續密室 所以根本沒有協商結論這件事 傅崑奇造謠 我們來打臉 第三個 傅崑奇說 民進黨提散會動議這件事情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周二的會議 正因為國民黨拒絕實質審查 繼續黑箱違法的要偷渡這個惡法 所以我們提的散會動議 就是為了要阻絕藍白聯手的黑箱惡法 要打臉傅崑奇事 他從昨天說到今天 臉被打得還不夠腫嗎 他今天再次說民進黨動員黑道 要傷害國民黨的委員 大家很清楚 哪個政黨有黑道家族 哪個政黨離黑道最近 甚至今天一早七點 民進黨依序排隊要進門開會 好不容易進了門 要遷到才能夠開會 國民黨的言清標委員就 言寬恒委員 對不起 對我想到黑道 國民黨的言寬恒委員 就守在第一線 不讓民進黨的立委們 排隊依序來簽到 不讓民進黨簽到 讓黑道站在第一線 請問傅崑奇 你的臉自己打得不夠腫嗎 誰是黑道 誰打算用暴力 大家也可以看看 今天全副武裝的 準備全武行的是哪一個政黨 最後一個要打臉傅崑奇 他說前瞻基礎建設 民進黨花了兩分鐘就通過了8800億的預算 這是造謠 這是抹黑 這是睜眼說瞎話 前瞻基礎建設是先有特別條例 特別條例審查完成 行政院才依法律的授權端出特別預算 從特別條例到特別預算 總共審查了155天 期間有召開6場公聽會 8次委員會的逐條逐項審查 5次的朝野協商 在院會的表決還高達2000多次 因為國民黨提了1萬多個暗海 所以這是證明 我們要再一次跟傅崑奇說 不要每天在信口開河 前瞻基礎建設先有特別條例 再有特別預算 我這個表格是分裂 這是特別條例的審查期程 光特別條例就審了104天 委員會審查 公聽會 朝野協商 沒有一關被快轉跳過 沒有一關是非法黑箱 有了條例才有預算 而且前瞻基礎建設是分4期預算編列 第一期我來舉例 編列的預算是1089億 光第一期的預算是審的最嚴格的 因為234期很多是延續性的計劃 所以特別預算的第一期1089億 就審查了51天 而召開三次審查會審好審滿 三次院長召開的朝野協商 乃至於在院會表決 我們看到在野黨提了10435個 35個提案10435個預算案 我們都依序討論跟表決 就前瞻基礎建設的特別預算的第一期 共表決了2471次 哪裡是2分鐘8800億 傅崑奇貴人多忘事 他說的應當是1分50秒 還有6分鐘3分鐘就通過了他的三大前坑條例才對 所以傅崑奇記錯了 你說的兩三分鐘就審過 數千億上兆的預算 正是你自己推出的前坑法案 前坑預算 最後一項稍後就要進行今天的議程 這是截至上週五這週二的兩次院會 表決前我們民主進步黨團登記發言 表決會書但論述一定要贏 就已到上週二的午夜12點 我們審查到職權行使法第51條 民主進步黨的委員登記發言1155次 但是只被允許發言33人次 因為都被藍白聯手提出停止討論 表決通過不能再發言 我們的討論的權利 我們的發聲的權利 97%透過表決被閹割 今天開始後續還有46個條文 民進黨團依舊會依序的來準備充分的專業發言 預計我們登記的是超過2000次的發言 再看看今天韓國瑜院長傅崑奇跟黃國昌 要繼續閹割我們的發言權 閹割到什麼時候 沒有討論不是民主 我們呼籲場外的朋友 今天有點雨 要小心安全 今天也要保護彼此 不要被激怒 很多國民黨動員的 可能有知鬧 知識的企圖的 我們一定要堅守 愛與非暴力的和平訴求 在這裡做這個補充跟報告 在這裡做這個補充跟報告